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我排第一 不行 我排第二 他说我的朋友毛鱼士 他排第一 什么排第一 就经济学家可能就是说排第几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说他七十岁了 他还在做事 您觉得到七十岁 您这还整天忙 这个身体状态的感觉跟中年人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我现在这两年我感觉我能看到死的时候了 怎么说这种话 当然还晚 还早了 是吧 但是我感觉老了就是说 真的 在两三年以前 我就从来没有这个感觉过 我能看到我的镜头 没有那个想法 现在有这个想法 触击 动机在 这总有个东西让你 是的 是的 一个耳朵越来越聋 一个就是走路越来越不稳 哦 这能感觉到 感觉到 但是像您说有了这样一种观察之后 对你现在的这个人生 我看你还是很热心的在关心社会啊 关心这个 对 这也是社会推了我在走 不做不行 这么多人找我 我也不好意思 当然从我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我能够完全退下来 完全退下来 我能享受一点这个最后的时光 但是看来就享受不了了 您所谓的您的这个希望 就是个人享受这个时光 是什么样的方式享受呢 我想看很多书 我家里头堆板的书 都是这么看看要看 看了几页看不下去了 完了别的书又来了 哦 我想看看书 另外呢 我也想到各处地方再走走 嗯 但是你像这个张武昌还说呢 说他不但是做事啊 而且呢 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 我记得你 你说过一句话 说经济学家是没有钱的 不是 我说经济学家 想的是社会怎么自负 跟个人自负是两码事 所以经济学家 有钱的比较少的 是吗 而且有钱的人 很少是经济学家的 哎 我有时候老瞎想 我觉得经济学家 假如他自己 就是为了个人创富的话 是不是他 他的这个理论 他的这个这个见识 很能帮助他赚钱呢 嗯 我方才讲了 经济学家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 就社会怎么自负 怎么使得社会合理 哦 大家自负 所以我经常用的一句话 就是学好经济学 帮助大家自负 哦 大家能自负 也有也有经济学家 自己投资有道 李家图啊 什么的 投资有道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 毛老师啊 我特别佩服一件事 其实今天我觉得 有些经济学家 是能自负 比如说 他可以当一些企业顾问呢 他可以做很多的企业顾问呢 或什么 这是有钱的 那毛老师好像没有听过你怎么做这些方面 很多企业请我去做他们的顾问 但是我想了想 我怕胜任不了 所以我一概都拒绝 怎么胜任不了呢 因为他做顾问 第一要懂法律 第二要懂财务 我这两方面都不懂 所以我觉得当独立董事 他有条件的 不是谁都能当的 我一看一个条件 我当不了 他这个经济学家 关心的问题比一个企业大 对对 甚至是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 我觉得毛老师这几年说很多话很惹火啊 常招人骂 但我觉得就是不同意您的意见 大家就讨论 理性讨论 可以辩论 对不对 但是我不大赞成 就是那种人格侮辱 就是因为我很少看到有一个学者 像毛老师这样 就不只做学问 而且做事 你骂他的人里面 你说有多少人会做这种事呢 比如说办保姆学校 比如说去做这个小额贷款 您这个这么多骂您的这么多回 而且是您自己都有看到 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一点都不影响 为什么呢 我比这种骂更大的侮辱都经受过 您经受过什么侮辱 我给给我们讲讲 挨过打 挂过牌 这个批斗 抄家 把我家东西全都抄光 把我发配到这个外地去 都受过 都受过 所以对这个小骂呢 实在是小菜一滴 大风大浪咱都过来了 而且明明知道会触动那么多方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还是一句 往外抛你的观点 甚至比如说抵制日货是愚蠢的 说实在话 很多明哲保身的人 就不敢说了 他干嘛说这个话呢 对于您为什么还要这样 因为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 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一种道理 也肯定不一定对 但是这个道理是存在的 让大家懂得 抵制日货的愚蠢是什么道理呢 大家要知道 粮食安全 石油安全 完全靠市场 什么叫市场 我出去价钱靠 你都卖给我 我出去价钱低 你得买我的 这就是市场 如果说你的价钱低 我看你不顺眼 我也不买 那就破坏市场 这非常危险 就日本货好 便宜 你就得该买它的 你说因为我看你不顺眼 我就不买 把市场破坏了 我们要买石油 人家说 你中国我不喜欢你中国 我不买 你出的价钱再高我也不买 那就没有安全了 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 要保护市场 这是最重要 全世界的安全之所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现在中国也面对这问题 中国很多时候 比如说在国际上面 这几年我们开始有企业 走出去收购外国的企业 常常或者 比如说去前年的时候 要在美国买港口的管理权 遇到抵制 那就是一个非市场行为 对了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市场是一种很自然的 它不会发生冲突的一种机构 因为市场是基于双方同意的 你同意我同意 这个事情做成了 它又不伤害第三者 所以这也是非常安全的 自然的 有利于各方的一种安排 我们不要破坏市场 我不是说日本人不要批评 我们要批评他 他不承担这个二战的错误 我们要不断的批评他 但是做生意是两回事 生意归生意 生意的规则破坏是很危险的事情 毛老师 我能不能理解您是一个自由市场派的这么一个 非常对 是吗 甚至我还听过他说过什么话呢 好像说凡是市场决定的都是好的 凡是政府决定的都很难说 差不多 就有这么武断吗 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对市场的理解啊 是不够深 就是你真正懂得人类进步怎么会进步的 靠着市场 财富怎么生产呢 靠着市场 我们也就是200年有这个市场 在200年以前 18多少年以前 全世界没有一个市场组织 所以人类是很穷的 吃不饱的 很可怜的 人口没有什么增加 寿命没有什么延长 一直到19世纪 就是18多少年以后 有了市场了 有了规则了 有了财产的保护了 有了人跟人的平等 选择的自由 这个社会 飞速的发展 坦白讲啊 其实我在这方面的观点 是比较往左倾的 就是比如说在经济学上面 我可能比较 对福利经济学 或者政治经济学的东西 比较感兴趣 可是我很尊重 毛老师的说法 跟你做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 意见 学术意见上面 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一回事 我真的不大赞成 就是说你因为意见不一样 那么就去彻底要去攻击 或去侮辱一个人 这种东西 这种习惯 我们今天真的是 应该要完全摆脱 但我很好奇 毛老师你做的一些事 就是你是怎么样 从一个学者 比如说你做一个学者 突然想到要办保姆学校 对不对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这个保姆学校的起因 还不是我发起的 是我的朋友汤明 他发起的 有一次我跟汤明 一起到山西零县 去看我们的小贷款 回来的路上 汤明就说 小贷款起的作用有限 要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要让他们进城 所以路上我们就 还没回到北京 在太原 我们就开始就打电话 问这个哪一个市场 能为这个接受这个农民 我们发现这是家政的市场 到了北京 我们继续调查 后来我们五个人 一个人投了十几万块钱 加起来 你也十月投了 但这个学校不是盈利的 不是盈利的 我们只有投入 没有返回的 您有多少钱呢 您刚才说穷 得问你投十几万去搞这个 对 为什么呢 我们 我现在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很多很多了 您是出书的收入 对 我的收入就是主要是稿费嘛 其次嘛 演讲费 还有什么 别的就没有了 还有工资 我有一份退休金 另外还有一份工资 您的收入算中高阶层吗 中高阶层 像毛艺术老师 我还有能力做一些事 那个学校我们一共投了四十多万块钱 现在能够培养一万多个加政府五元 这六年 这个是啊 他还有一些 就在做的过程中啊 还有一些问题 咱们广告之后啊 可以接着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因为昨天毛老师正好讲到这个 就是说解决这个贫富差距 他认为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就是农村要城镇化 对 那么 当然你现在就是大批农民要进城 这件事情看来你是觉得认可的 我非常赞成 中国要变真正一个富国 必须是减少农民 因为农 你看全世界的富国 农民都只占百分之五 比例很低 但是大城市能容纳这么多人口吗 可以的 看全世界的经验就可以看到 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 发达国家农业只占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但是他大地要吃得那么饱 吃得那么好 人的消费越来越偏向于不是吃的东西 而是服务业 所以像美国这个服务业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产出 但是就像您办这个学校 恐怕也是为了说这个农民来到城里 他能够有一个就业机会 对吧 在这个办这个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的主要就是一个招生的困难 招生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现在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我们跟政府合作 政府有扶贫的款 有就业的款 这里头拿出一部分钱 帮助他们到北京来 一个学生政府拿出八百块钱 其中五百块钱用到买车票办体检招生的费用 三百块钱给我们学校给他付学费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把这个招生的问题啊 克服了一些困难 但现在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我在想啊 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农民进城工作 那城市要能容纳他们 可是今天我觉得有个问题 中国有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城市或许本身是有能力 去吸纳这么多农民进城 可是这个户籍的存在啊 这种差别的存在 有时候是为什么呢 有时候他当然有很多理论或者技术的困难 但是其中一种困难啊 其实是政府的自私 我发现有些城市的政府啊 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如果他吸纳了很多农民 或者是户籍的限制逐步取消的话 这个城市的政府就担心 他的负担大了 那么他担心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有个现象 就是各个城市这些官员啊 他怎么比较自己的政绩呢 就建立在我这个城市 经济表现怎么样 如果我这个城市 因为我要把很多的精力资本 花在 比如说农民的照顾上面 农民工的照顾上面的话 他就担心了 甚至有时候是很抽象 我举一个例子啊 有一些城市啊 他就说 哎我们这城市了不起 怎么了不起呢 我们每年啊 平均一个市民 看书的数量 是全国最高的 那么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他算的呢 就是他有户籍的人 如果他把没户籍的民工一加进去 他不曉得调到第几位了 对 这个您怎么看呢 这个 呃 一个城市能容纳多少人啊 这个 实际上不是个地底问题 是个人文问题 首先就是 方才您提到一个户籍问题 但是在我看最主要 还是一个住房问题 住房 他家里头没有房子住啊 你这么贵的房 他怎么能住得下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你像北京 这都是上千万 上海这种大城市 你 你再能 广开大门 他的这个公路啊 什么各个方面的 这个他 他受得了吗 对 我想这个从 城市的发展 他会有个自然的平衡 就是 呃 太大的时候 他的成本会太高了 嗯 这时候就变成 到中小城市比较好 往外迁移嘛 我是比较赞成发展中小城市 因为他们 农民来到北京啊 成本太高 对 不光是一个交通费用高 而且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说话也听不懂 呃 饮食 习惯 气候 各方面都不一样 如果在他的家里头附近 小县城 或者中等城市 说话能听懂 气候没什么大变化 吃的也差不多 对他们的成本呢 就降低了 礼拜六可以回家 啊 这是 首先是这样 然后慢慢就把家挪到城里头来 嗯 我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您的这个动机 就是说 好比说自己捐十几万 办这么一个保姆学校 呃 是非盈利的 那当然他也能帮助一些人 但是 这是 这是为什么呢 你是说 做一个实验 还是说 想给这个社会一个示范 我就是想帮助 有困难的人 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 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通讯 每个月一期 去讲他们的故事 每个服务员 在家里怎么样 家里特别多少人 什么个经济情况 到了北京碰到什么事 我发现我们培养这一万多人啊 改变了他们一万多人的命运 如果他不出来 他就在那个PMP的农村 这一辈子生小孩就在那儿摸住了 发挥不出能力来了 现在他进了城 看了北京 天安门 看了故宫 而且 接触了这么多的人 有一些孩子考上了大学 有些孩子出了国 远远的跟他们在农村的情况是不一样了 就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了 所以我给他们写了一句话 就是 开脱这个人生的前途 摆脱贫困 这就是我的希望 我属于最喜欢看见这些故事 这是我的成果 这就是您的快乐最大化 所以这也符合他的理论 就是给别人快乐 自己也能得到快乐 这是作严起行 所以呢就反过来说 真是为穷人办事了 对吧 但是另一头又为富人说话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因为现在我们社会是反过来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富人 假如你为她说话 你认为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我想他们当然不是需要钱了 他们需要的是人生的指导 人生指导 很多企业家他们现在不缺钱 但觉得有点迷茫 赚来这么多钱干嘛呀 我现在这么忙 到底对我有好处吗 我马上想起来就是 我前阵子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杂志的报道 很有意思 他讲英国现在有一个慈善组织 办富人学校 专门教富人怎么花钱 这怎么回事 因为就是最近几年 英美那些富豪欧美的富豪 越来越想就是做社会贡献 想做捐款 就是像您刚刚讲的生活遇到问题了 就人生我钱那么多了 我私人飞机有了 连个岛都有了 我还不快乐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那么以前传统的方法就是捐钱 给一个慈善组织 但现在越来越有很多富豪有兴趣怎么样 就我自己来弄一个 因为他现在是变成这样 有些企业家或者有些富豪 像比尔盖茨这种 他是怎么样 他是我不只要捐钱给一个慈善组织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是我特别关心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医疗或者艾滋病怎么样 这问题我特别感兴趣 我想自己亲身投入进去办点事 我自己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富人学校呢 就专收这种富豪 那一上课呢上四个礼拜 这四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是理论课 就是先有人来专门讲 做慈善机构怎么做 怎么管理 怎么营运 这个资本怎么运用 第二三个礼拜就分组了 分组去不同的地方参观 我看到里面有个女 一个一个一个富豪啊 那个太太 他代表他老公去 去了第二天就哭的打电话 回去纽约给他老公 他怎么回事 他搭这个飞机 带他这个组织带他们去 亚马逊和一个雨林 去看那边的一些部落 那些部落穷的不得了 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 这种事 我受不了了 然后跟他老公哭 那后来马上两个人 就弄了一笔钱 就怎么去帮忙这个 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除了 保姆学校也需要富人学校 王先生除了办保姆学校 可以办一个富人学校 真的 教教他们怎么花钱 你的经验就可以教他们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这个社会有分工 每个人要找他最合适的 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 做慈善啊 跟做企业不太一样 他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思考 所以企业家做慈善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这个是从经济学的看法 不一定 对社会是分工不一定 但对他个人可得 他觉得我就喜欢 我现在有钱了 我要做史上 这也未尝不可的 所以我们现在社会的情况 是这么的 我的心愿啊 有很多有钱人 他愿意出钱 不知道 我们得到他们很多